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如果,俄罗斯能与以色列能有什么太大的冲突?俄罗斯与的关系要比有些人从新闻当中报道的,还有根据新闻,推测意想的要好得多得多。 如果以色列与俄罗斯关系不好的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不至于不到一年的时间到访俄罗斯三次。内塔尼亚胡受邀参加为国战争阅兵式,大约有十万名以色列公民常住俄罗斯,其中八万住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而且基本上都是经济条件,不错的社会精英阶层。 在以色列前苏联以及俄罗斯,犹太裔移民占有相当比重,大约有几十万持有俄罗斯护照的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世界上除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意外,俄语普及率最高的,俄语是以色列除去西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之外的第三大语言。 仅凭这一点,俄罗斯和以色列就根本不可能打起来,即便能发生冲突,不用说用核战争,就是常规军事冲突和战争开战。 那么俄罗斯的金融业、相关科技行业、石油能源销售网络都要崩溃。 切尔西老板犹太,以阿布拉莫为奇与普京,以色列与俄罗斯之间没有直接的核心利益冲突,一个叙利亚不是俄罗斯本土,也不是乌克兰,也就不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所在。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不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叙利亚问题去跟以色列翻脸。 以色列对于颠覆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没有太大的兴趣,其只希望伊朗以及支持势力能够从叙利亚撤军。 所以俄罗斯在叙利亚主要扮演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冲突和矛盾调节者角色。 以色列袭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也基本都是伊朗的目标,很少是叙利亚,更不是俄罗斯的。 同样在以色列核心利益巴尔问题上,俄罗斯虽然偏向于巴勒斯坦,但是只限于表面和道义上的,更多的是一种同情,没有什么实际的物质帮助。 更不可能像土耳其那样支持哈马斯,在互相不触及对方核心利益的情况下,不可能有什么矛盾和冲突。 哥兰高地节与俄罗斯的战略和武器仅限于威慑,鬼才会相信会真正用出来,因为只要一用也基本宣告人类的毁灭。 俄罗斯的日子虽然苦了点,但还没到那种山穷水尽的地步,俄罗斯的领导人虽然是个权威主义政治强人,但是还是一个冷静有头脑的人。 在这,以色列本身也是具备三位一体和打击能力的国家。 杰里赫三型弹道导弹,可以轻松覆盖俄罗斯的主要城市,凭借摩萨德特工的情报搜集能力。 还有预警卫星,俄罗斯的导弹只要飞过来,基本会第一时间发现,并做出反击。 还有一点以色列还是世界上第一个部署高层反导系统的国家,舰尸系统要比美国的反导系统早得多。 至于以色列受到核攻击美国会怎么样,都世界末日了,你说会怎么样? 世界末日本门图片来自谷歌图片,感谢提供,欢迎大家批评指正留言点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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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